大家好,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应该都还记得 今年秋天的时候我种了一些红菜苔 这些红菜苔现在已经到了可以采收的时候了 那么可能有朋友会问有没有一个标准 什么是最好的采收时间,又应该如何的采收它们呢 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通常情况下红菜苔在开一到两朵花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采收时间了 理论上来说如果开了五六朵花了应该就会很老了 但是我收了以后试了一下其实也还是挺嫩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这些红菜苔是在7月28号撒种育苗的 因为天气非常温暖,8月6号已经可以开始建苗了 8月10号我们把它移栽到地里 红菜苔一开始长得很慢 这个是到了9月8号 基本上过了一个月才开始长得比较大 但是一点没有要抽台的迹象 又过了好几天,到了9月15号看到红菜苔开始抽台了 有的已经开始开花了 到了9月18号第一株抽台的再不收就要老了 我决定就把这几颗先收下来 通常情况下第一根长出来的主菜苔要尽可能及时的采收 不然的话容易影响后头的抽台 收的时候用一把比较锋利的刀 我就要拿了一把切牛排的刀 尽量的靠近底部整齐的把它们切下来 也有介绍说要切成一个45度 以防下雨或者浇水的时候会积水 不过第一我觉得操作确实是有难度 第二我觉得即便是平着把它割下来 应该也是没有积水的机会的 只要是不要把边上的割伤了就行了 你看一下边上有很多已经快长出红菜苔来了 这个菜苔在每一个叶子的分岔处都是有机会长出来的 所以越往后长得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根主菜苔一定要很及时的采收的原因吧 相信很多朋友在初秋的时候种下去的红菜苔现在都可以采收了 要记住的是每采收2-3次红菜苔以后就要追一次肥 肥料以含钾肥为高的会更好一些 红菜苔吃起来稍稍的有一点淡淡的苦味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这个等到下霜以后味道会更好 有机会的时候我来给大家上几个红菜苔做的菜 你看看收割下来的这一部分 旁边很多很多小小的菜苔就要长出来了 我会持续上来更新这些红菜苔的情况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